女人对异性的称呼,其实暗含了她内心对你的真实想法,愿意跟你发展关系的女人,给你的称呼,肯定跟别人不同。 因此,女人如何称呼你,就是爱不爱的证明,虽然看起来不起眼,但却是最真实的体现。 男人跟女人交往的时候,不妨多观察女人是如何称呼你的,如果对你的称呼独特而暧昧,基本上可以判断她喜欢你。 比如,常见的一种,就是女人喜欢称呼一个男人为哥哥,他这样喊你,其实里面有很多深层的意思。 有些男人不懂,也没有及时回应女人,自然会错失爱情。 而有些男人比较聪明,能从这个称呼里,看出女人的心思,大胆追求,自然能成功追到女人。 所以,男人要弄清楚,女人称呼的含义,避免错过喜欢你的女人。 一般来说,摇天时,女人喊你哥哥,说白了就是等你来聊,她对你会有这三种想法。 一,想和你发展成男女闺蜜,养性交往。 女人若是喊你哥哥,最普遍的想法,就是想和你发展成男女闺蜜。 其实,女人内心里特别渴望有个能懂她的男人,在她开心的时候,你可以陪她开心。 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,你也可以意解她的千仇。 因此,她会有意试探你,不断地喊你哥哥,希望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,尽快跟你的关系变得亲密一点。 女人期待能和你成为男女闺蜜,关系既大于友情,又小于爱情,这种氛围是女人最渴望得到的。 因为,一旦你接受了当她的哥哥,也就意味着她可以在你面前撒娇,可以得到你的安慰,但又不担心彼此的关系会越界。 维持男女闺蜜之间的情谊,这样既能让女人安心,也能体会到异性朋友之间的温暖。 朋友罗小姐就交往了一个男闺蜜,两个人刚开始是同事,在一起工作,后来彼此都觉得聊得很投缘,关系就进一步发展了。 罗小姐以前喊她的名字,后来就不经意间喊她哥哥,每次去找她,都会亲切地叫一声,哥,我来了。 男的看到罗小姐这样称呼自己,自然心里很温暖,便大胆来聊拨她。 就这样,在聊天的时候,罗小姐喊她哥哥,她也喊罗小姐妹,双方的关系迅速超越了友情。 渐渐地,双方就成了男女闺蜜,彼此懂对方,相处非常开心,成就了一段无关风月的纯友谊。 所以,一个女人喊你哥哥,并不是随口喊出来的,而是暗含了她的某种想法在里面,期待你主动来聊,想跟你成为男女闺蜜。 二,想和你走入爱情,女人喜欢一个人,并不会直接表达出来,害怕被拒绝,更害怕被辜负。 因此,当她遇到了心动的男人以后,一般不会给予表露,而是通过一些暗示,来试探男人。 这时候,对你的称呼,很可能就是一种直接试探和验证,看你是不是对她有意思。 比如,女人在跟你交往的时候,会有意喊你哥哥,通过观察你的反应,来判断是否能跟你在一起。 本身来讲,女人在喜欢的男人面前,她是不敢轻易表白的,因为,女人很矜持和害羞,如果被你拒绝了,她会觉得很难过,很不体面。 于是,她就会亲切地喊你哥哥,不管你如何应对,她也不会感觉有失面子了。 事实上,女人称呼异性为哥哥,最直接的想法,就是想和你走入爱情。 只是,她们太矜持了,不敢说出来,只好通过给你暗示,来让你主动聊她。 否则,一个女人怎么可能随便喊你哥哥,女人都懂得必闲,如果不是心里喜欢你,她巴不得跟你保持距离。 只有女人想跟你产生感情,尽快谈恋爱,她才会迫不及待和你拉近距离,让关系变得亲密。 所以,男人和女人聊天的时候,不妨多注意,若是女人一直喊你哥哥,多半是很喜欢你。 这时,你对她主动,大胆捅破那层窗户纸,基本上就能俘获女人的芳心。 三,想和你玩暧昧。 女人称呼一个异性为哥哥,还有一种想法,就是她们不甘寂寞,想和你玩暧昧。 这种情况,跟上面两种不同,上面的情形是女人投入了真情,要么和你成为知己,要么和你成为情侣。 但是,这种情形,多半是女人只想和你保持暧昧的关系,不会投入真情。 她们跟异性交往的时候,可能对谁都是一口一个哥哥,比较享受异性之间暧昧的情感。 因此,她们在聊天的时候,就会喜欢喊你哥哥,既想和你玩暧昧,又想得到你的帮助。 这样的女人,特别懂得讨男人欢心,总是想方设法激发男人的保护欲,无非就是等你来聊她。 最后,她从中得到实质性的好处,不管是感情上还是物质上,都是如此。 朋友张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女人,她表面上特别单纯,长头发,修长的身材,清纯的容貌,一眼就能把男人的保护欲击发出来。 张先生和她认识不久,她就在聊天的时候,甜甜地喊她哥哥,非常亲切和热情,这让张先生心里甜滋滋的。 不过,张先生后来才发现,她总是有困难的时候就找她帮忙,她也不好拒绝,毕竟对方喊哥哥了,怎么也得为这个美丽清纯的妹妹帮忙吧。 可是,这样的次数多了,张先生也有了警惕,因为不仅投入了时间,也投入了很多经济成本,味道就有些变了。 最终,张先生渐渐冷落了她,不想跟她继续暧昧下去了,便主动断了联系。 所以,男人不要因为女人甜蜜地喊你一声哥哥,就感觉飘飘然了,若不谨慎,会有风险。 毕竟,这种女人没有真情,只是想和你暧昧,接受你的好处而已。 总结来说,养性交往,女人喊你哥哥,一般是对你有这三种想法,想和你发展成男女闺蜜,想和你走入爱情,想和你玩暧昧。 男人跟女人交往的时候,遇到称呼你为哥哥的女人,最好根据她的态度来观察,看她到底是属于哪一种,避免盲目付出。 如果是真心想跟你发展感情,不妨把握机会,只要你付出真心,两个人会很快共赴爱河。 不过,若是女人只想跟你暧昧,希望从你身上得到好处,那么你就不要盲目交往,以免将来后悔。 女人的称呼,往往也暗含了她的行为,是内心真实想法的体现,值不值得交往,需要是具体情况而定。 希望现实中的男人,一定要了解清楚女人的真实意图,学会取舍,才不会在感情里盲目。 各男人和一个女人约会,有时即使不见面,也会不时地联系对方,互相依赖。 男人和女人互相交谈,男人的谈话往往是暧昧和欲望。 女人的谈话是关于精神需求和情感安慰,互相交谈是为了找到被关心和被需要的感觉。 然而,在交往过程中,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顺利的,有时候聊着聊着,不知道什么原因,对方就不再联系你了,于是被晒的人就很迷茫,很着急,甚至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 面对这种情况,你应该怎么做? 当对方不主动联系你时,学会如何应对,既不干涉自己的感情,又不欺负对方的自由,还能激发对方的关心,这样的妙招值得学习。 一、关心但不要挑逗,问候但不要打扰,随着时间的推移,男人和女人的互动,一个人的新鲜感,疲劳是不可避免的。 人有劣根性,当你对对方做各种愉快、温暖的事情时,对方却不温暖,甚至鄙视你。 当你使出浑身解数,表明你的态度不再对他有利时,对方就牢牢吸引住你,开始把你放在眼里,这样的人,你说他见也好,说他做也好。 总之,在现实生活中,这样的人还是非常多。 二、学会静待时机,当对方不主动联系时,你可以学会在黑暗中等待,随机应变和改变。 对方即使不联系你,如果对方冷落你,甚至在此期间有变心的迹象,如,结交其他异性,那么你可以悄悄放下深爱,即使放不下,也要学会放手。 有些人,就是这样,已经不爱了,还不敢面对现实,特别想用冷暴力来结束关系。 在他们眼里,这种做法是最好的选择。 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,别人还在瞻前顾后,但他们已经准备好和你分手了。 这是多么痛苦的领悟啊。 三、表示关心,测试对方的态度。 爱,不管它在你心里有多重要,不管它从你的生活中拿走了多少东西,我们不能被爱所支配,更不能被太过谦卑和居高临下的爱所支配。 你可以为爱而战,但一定要保护自己,要有清醒的头脑。 当你失去自己时,即使你不能保护自己,也不要责怪别人如何伤害你。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拯救你的人,只有你。 如果对方停止与你联系,不要惊慌,试着表达你的关切,问一些琐碎的问题,试探对方的态度。 也许对方只是最近太忙太累了,所以和你的联系比较少。 如果你知道对方只是很忙,你就不用考虑太多。 如果你觉得对方可能对这段关系有些厌倦,你需要更理智一点。 当你觉得对方不是那么周到和认真的时候,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那颗不安分的心收起来。 认识人的最聪明的方法是要有趣。 当对方停止与你联系时,你可以坐下来思考,也可以看清形势,只有对方真正爱自己。 你主动了,又能怎样呢? 当你的热情触及到对方的冷漠时,要摸清情况,收心,懂得放手,不要让自己陷入爱情的盲目当中。